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体的区块链思想 区块链技术应用及区块链技术与新技术结合的改造 以此赋能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成为当今的热门话题 目前的传统企业的业务领域存在许多问题 约定结算无法自动完成 涉及多级多方结算时更是浪费人力且效率低 不确定因素较多 信息流控制 隐私保护 数据共享等方面存在限制 导致多方协作效率低 成本高 最重要的是核心企业的信用以及其他信息是能传递到一级供应商层级 不能在整条供应链上做到跨级传播 而区块链可以降低价值产业量成本 提高价值产业量效率 让价值在互联网上自由流动 实现节点间的价值共享 节点感可以运用到很多传统行业具有安全准路控制机制的联络链成为主要趋势 截至2020年底 我国提供区块链专业技术支持产品解释方案等服务 却用投入或产出的区块链企业共1384家 区块链想要长久发展 必定要扎入基础 赋能到实体经济 服务于传统企业 传统企业想要持续发展也必须与时俱进 寻求更高效稳定的发展方式 两者的结合无疑是为双方的未来都具有促进作用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的结束了 如果你也对区块链感兴趣的话 就在评论区下方留言点赞吧 我们下期再见